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一下他能不能救活吧 看一下他能不能救活吧 看一下 他的皮肤有亏占的现象 他的皮肤有亏占的现象 因为我之前养过乌龟嘛 所以呢 我也是 我也是就是知道是怎么去 怎么去就是 怎么说呢 尽力而为吧 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一个中华的草龟 不是外来物种 是咱们就是 中国的 是中国的 是中国国内的 也就是说咱们亚洲这边的乌龟 不是那种巴西龟 来 来 帮你洗一下 这是有一点经验的 所以呢 现在呢 就让他的身体 尽量是保持干燥 而且呢 我看了一下 这个乌龟 他是皮肤是不太好 你看他的皮肤 都不太好 他的状况是非常差的 这个乌龟 我也看了一下 这次 esperεται 会这次 啊 好 天啊 喝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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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箱子太滑 它爬不动 给它铺上一件衣服 铺上一件衣服 先在这边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已经被我救过来了 没关系 这个箱子太滑 它爬不动 它这个转弯 你仔细观察观察 它身上有很多的收藏 你看它头上的位置 已经开始烂掉了发霉了 你看它爪子 这边可能不敢碰地板 可能会疼吧 可能会 还有这边也是 这边也发霉了 还有这边 这边就是 应该是烂甲了吧 应该是 为什么给它泡一下水呢 虽然就是肝痒有利于它的恢复 但是它毕竟是水龟 长时间没有水的话 它会缺水的 所以一天差不多给它泡个两次吧 反正我这边是一天给它泡两次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然后让它补一点水 让它找嘴了 张开嘴了 不知道是疼还是怎么样 好了 现在已经泡好了 我已经又把它拿到了这个箱子里 到明天早上再给它泡一下水 明天早上 现在是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皮肤 先干净 就是可能如果太阳肉的话 可能要给它买一点药来涂一下 咱们今天早上先给它补一下水吧 今天可能要给它涂一些药 我们看它皮肤烂的 有时候比较厉害 推一些蝙蝠啊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还是要加水 适量的水 如果您可以喝点水 我们要给它 要加水 比较水 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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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得用点符给它削一下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的这个蒸华草龟呢 这个乌龟呢 它吃东西 它吃东西 它必须得在水里才能吞咽进去 所以就是喂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在水里 在岸上它是没有办法吞咽了 所以咱们咱们咱们现在要把这个水里加高 然后咱们再水里 好让它吞咽咽咱们先 好 我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咱们看看它吃不吃东西 剩下东西就好了 所以咱们 咱们先撞开 来 剩下东西 剩下东西 然后这只小乌龟呢 它是在吞咽 但是我感觉它非常没有力气 所以我打算呢 先给它 把那个药 先给它把那个药给 那个就处理一下伤口 让它恢复一下体力 咱们再接着喂它 这不吃东西不行的 但是这个乌龟的体型比较大 所以呢 它可以撑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不吃东西 所以就没关系 现在已经放在这里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现在我们可以拿到箱里 去给它那个喂药 现在它节省一下体力吧 节省一下体力 我们可以拿到箱子里 给它把这些手啦 脚啦 给它涂一下药 我给它涂一下药 包括这个桃 好吧 我给它涂一下药 把它修一下 涂 没关系 你看 包括它用的桃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剪和片的这个部分 给它修一下 这个桃一下药 然后让它恢复一下体力 然后呢 咱们再接着喂它 再接着喂它 好了 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帮它涂一点点缝 这个点缝是从这里面拿出来的 来 来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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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削一下毒 给它 有点疼 有点疼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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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龟 忍住 好吗 忍住 好吗 好了 我要涂了 好了 我觉得 这种要 这种好多了 想它可能有烂脚的地方 可能有 来 然后给 坚持住 坚持住 它摸到下面有没有 这里烂了一下 来 来 翻过来 翻过来 抱歉 抱歉 来 翻过来 好了 好了 我现在呢 就已经 给它把药都给烧好了 咱们 先让它 恢复一下体力 然后再给它喂食吧 恢复一下体力 再给它喂食 让这些伤口 什么的 都愈合一下 然后呢 之后的情况 我会 继续给大家更新 一行 这个小乌龟的 恢复情况 就这个乌龟 它长得这么大 实际上 它的那个 自己的抵抗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呢 咱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生物的一个 自愈能力 咱们生物的自愈能力 非常强了 所以呢 我觉得没事啊 这个小乌龟肯定会 恢复过来